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309章 看着发怒的二楼大神 叶璇看得是目瞪口呆呀 谁聊会是疯了吗 脾气这么暴躁 就在二楼大神 还在继续拍大地时 一团白光 突然出现在 二楼大神的面前 这是 叶璇愣住 二楼大神 看了一眼叶璇 出来了 说完 他直接消失不见 出来了 叶璇满脸懵逼 他连忙看向那团白光 白光之内 有一个拳头大的小女孩 小女孩非常非常小 穿着白色小肚兜 脑后是两根小小的辫子 此刻他两只小手紧紧握着 正在怒视着叶璇 叶璇摊了摊手 不是我干的 小女孩怒指叶璇 人类 可恶的人类 你们毁坏大地 破坏天地灵气 会 会遭报应的 叶璇正色说 这事真不是我干的 说着 他走向小女孩 就在此时一团白色光幕 挡在他的面前 小女孩戒备地看着叶璇 你别过来啊 不然我打死你哦 叶璇挤出一个笑脸 我 我不是坏人 小女孩瞪着叶璇 坏人经常说自己不是坏人 你身上杀业很重 肯定杀过不少人 小女孩戒备地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说 刚才那个小家伙呢 二楼大神 叶璇想了想 然后指了指自己胸口 他进里面去了 小女孩看了一眼叶璇的胸前 下一刻 他勃然大肚 人类 你当我跟你样笨吗 我 我可是青州无敌无敌 最无敌 聪明聪明 最聪明的青州之心 叶璇目瞪口呆呀 这是魔鬼吗 小女孩还想说什么 这时二楼大神突然又出现了 不得不说 二楼大神的外表模样 还是非常可爱的 特别是那一对金蓝色眼瞳 美得不行啊 可惜 就是这脾气太他妈暴躁了 动不动就炸裂呀 看到二楼大神 小女孩眼中戒备少了许多 他飘到二楼大神面前 有些恳求的说 你可以保护我吗 显然 他是见识到二楼大神的强悍了 二楼大神看了一眼小女孩 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叶璇 啊 他可以 小女孩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直摇头 嗯 太弱了 连我都打不过 二楼大神指了指叶璇的胸前 进去里面 安全 小女孩看了一眼叶璇胸前 他眨了眨眼 可以进去吗 二楼大神点了点头 小女孩飘到叶璇面前 然后他抱着叶璇脑袋 就往叶璇胸前拱 可是拱了半天 却怎么也拱不进去 小女孩转头看向二楼大神 眼中满是疑惑之色 不行啊 二楼大神看向叶璇 让他进去 叶璇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可以进去吗 他还没装过活人呢 也不敢装活人 因为神秘女子曾对他说过 若是活人进去 这介于他会自动防御 然后可能会将对方直接弄死的 二楼大神看了一眼小女孩 他不是人 小女孩眨了眨眼 我不是人吗 二楼大神反问他 你是吗 小女孩看了看自己身体 然后说 我觉得我是啊 二楼大神面无表情 那只是你觉得 快进去吧 小女孩还想说什么 叶璇和二楼大神脸色突然大变 下一刻 二楼大神直接消失在原地 而叶璇也连忙抓住小女孩 将他送到介于塔之内 就在小女孩和二楼大神消失不到一夕的时间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叶璇的上空 来人正是叶璇的老书人 墨修 见到叶璇 墨修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是你 叶璇黑黑一笑 墨大长老 好久不见 你可是越来越年轻了呀 墨修思思盯着叶璇 叶璇 你可有看到什么 什么 叶璇眉头皱起 看到什么呀 墨修紧紧盯着叶璇 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叶璇环视了一眼四周 这里有东西吗 墨修沉上说 你来这里做什么 叶璇黑黑一笑 你猜呀 墨修盯着叶璇看了半晌 然后笑道 叶璇 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还有 你藏剑宗的好日子 也快到头了 等青州本源之心一到手 你们就会发现 与我护建盟对抗 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叶璇总了总结 等我神功炼成 到时你就会发现 针对我叶璇 是你们护建盟 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决定 说着他黑黑一笑 牛皮谁不会垂啊 说完他转身就走 墨修也没有拦叶璇 因为他知道 他根本拦不住叶璇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 此刻的叶璇 已经不是真愚法进强者 能够杀得了的 至少一般真愚法进强者不行 叶璇离开之后 数名老者突然出现在 墨修的身旁 其中一名老者沉胜说道 先前我们感受到 本源之心的气息 但是来到此处之后 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怪在 说着他看了一眼 叶璇离去的方向 此人有些古怪 墨修诞上说 他一直很古怪 老者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那秦州本源之心 会不会以清 墨修摇头 绝无可能 这本源之心 戒备心极强 他不可能轻易地 相信人类的 而一夜玄的实力 不可能无声无息 将他拿下带走 而且此地也无打斗痕迹 不然我也不会放他走了 老者想了想 然后点头 确实 如果他能如此精益地 便能获得本源之心 那也太没天理了 不过 我管此人气息雄厚 而且还是一位剑皇 此子潜力 就算不如当年曾借剑主 但也不会差多少 若是可以 还是尽早出去为好 墨修微微点头 放心 尊主已有计划 只要本源之心到手 立即灭掉此人 和藏剑宗 现在 就让他们先蹦打几天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老者等人也转身离去 另一边 夜玄找到一处 无人地方之后 他立即进入 介遇塔之中 塔内 小女孩正在第一层 到处看哪看 他眼中满是好奇之色 看着眼前这巴掌大的 小女孩 夜玄有些好笑 他没有想到 这本源之心 竟这么小一个小姑娘啊 小女孩好奇 看了半天之后 最后 他突然笑了 笑得很灿烂 笑得很开心 夜玄有些好奇地说 你笑什么呀 小女孩看向夜玄 眨了眨眼 安全 这里安全 哎 终于不用再到处躲藏了 嗯 以后我就住在这了 你帮我去弄点吃的 要灵果 很大很大 很甜很甜的那种 说着 他算是想到什么 小手一挥 一大堆金石 落在夜玄面前 紫园金 足足上千之多 而且 这些紫园金 非常的大 比他之前得到的紫园金 至少大两倍之多 小女孩看向夜玄 这些 都给你 去给我弄吃的 夜玄喉咙滚了滚 然后不动声色地 将所有紫园金 都收了起来 接着 他点了点头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去弄 您若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尽管吩咐 别客气 真的 您千万别客气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